今天分享一道在家就能做的硬菜 鲜香嫩滑,酸辣开胃 准备一条鲈鱼,清洗干净之后 从鱼尾下刀,小心地把鱼肉片下来 这一步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直接交给摊主处理 这里还有一排鱼刺,需要剔除 用刀贴着骨头,斜着慢慢将其切下即可 切好就来切鱼片 斜着切就比较容易把鱼肉片得又大又薄了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鱼骨随意砍成块就OK了 鱼骨和鱼肉分开装盘 在鱼片里加一勺盐 用手抓拌至鱼片微微粘手的状态 加少许胡椒粉,两小勺米酒,一小勺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再加一勺油锁住水分,抓匀以后腌制10分钟 把鱼骨也简单腌制一下,放一点点盐就行了 抓匀腌制10分钟,入个底味 买回来的酸菜用水清洗一下 然后将酸菜切成小块 再把姜和蒜都切成片备用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泡椒 泡椒随意切碎即可 锅里放油 放入姜片爆香 接着把鱼骨放下去煎一下 把鱼骨两面都煎到金黄,就可以先盛起来备用 锅不用洗,再放点油 放入姜蒜泡椒炒香 接着放入酸菜 把酸菜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 就可以把煎好的鱼骨重新放入锅里 加入热水 用大火煮开,把汤头烧白烧浓 我个人喜欢再加一点酸萝卜,这样味道更好 这时鱼汤烧了几分钟了,烧到颜色变白的时候 就可以放一勺盐和少许胡椒粉调味 搅拌均匀就可以把酸菜和鱼骨捞起 装入盆里备用 接着放入你喜欢的配菜烫熟 我这里放了豆皮抹鱼丝和粉丝 配菜煮熟,捞起装盘 把火调到最小 一片一片的放入腌好的鱼片 全部放好后,转大火烧15秒左右 可以轻轻地用铲子从锅边向里推动鱼片 鱼片熟了就捞起装盘 浇上鱼汤 撒上葱花,干辣椒和花椒 最后泼上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五谷酸菜鲁鱼完成 用鱼鱼做的酸菜鱼鲜嫩五谷 鲜香扑鼻,味道酸辣开胃又过瘾 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吃 不用担心会卡鱼刺 而且连汤都可以喝 哎呀 好的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